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种的信徒呢 一种是盼望主再来 一种呢是夜宫号龙 当他所敬拜的 所喜悦的那个龙真的来到的时候 你知道这是一个预言 他就吓跑了 其实他心里面如果祷告的话 他一定是说请你千万不要奶 最近我正在升职 有的时候我们太看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 以赛亚书的最后呢 会把我们带到死亡和未来的新天新地 在纽约时报以前有一个专栏作家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呢 写复告的作家 当人死了之后呢 他会给一篇非常精彩的复告 去描绘他的一生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写得太好了 你会觉得你活这一辈子呢 最后呢就想等他给你写一篇复告 所以有很多 在美国有很多名人 他们真的是呢 要在这个作家那里去预约 自己死了之后 请他来写 千万不要让其他人写 让他来写复告 为自己盖棺定论 所以后来这个作家呢 他出了一本书 就把他写的这些复告放在一起 叫做题目叫做想上天堂 先要死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 有没有人 特别希望死的时候 能够请这样的大家 来为自己写一篇复告 我是不想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复告呢 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好了 你是谁 你是神的儿女 你不是凭着你自己 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你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你一切的罪 在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 被他所喜悦的义人 你的结局如何 若非圣灵重生 就不能够尽神的果 有一次团契呢 我带领弟兄姐妹 我跟他们一个游戏 我就让每一个人 来写自己的目字明 我自己写了这样一句 我写的是 等我起来时 一切都完美了 那就是我的盼望 我知道我活着不完美 我知道我活着 仍然活在劳苦愁烦当中 我知道我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但是我的盼望在于 到那一天的时候 一切都完美了 所以从六十四章到六十六章 先知把我们带到了最后 看啊 神要列天而降 神所造的新天新地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有一首诗 里面呢 一句话叫做 我们必须相爱 否则只有死亡 我觉得这句话呢 可以表达我们对新天新地的一个盼望 因为其中呢 就像这几节的经文 包括一直到整个六十六章的结束 都包含着一个警告 当我们说神爱世人 耶稣爱你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同意 你知道吗 就连不信的人也会同意 因为这是一件好事嘛 可是它同时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必须相爱 否则只有死亡 意味着说 如果我们没有爱 如果我们没有活在爱当中 我们终将灭亡 所以愿今天晚上 神能够借着先知 在我们的当中 所传讲的关于幕后的盼望 能够让我们看见新天新地 能够借着我这必死之人的 卑微的口 使我们今天的传讲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 盼望那列天而降的 那永生的荣耀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恩主我们祈求你圣灵的帮助 能够让我们众人看见 在这个世界之上 和这个世界之后的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已经来到 天国已经来到 还要再来 是因为主你已经来到 并且你还要再来 主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 使你的儿女带着盼望 使我们看见的一个天上 地上地底下 还有过去 现在和将来 神所造的整个的世界 主求你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 甚至也怀着 战惊恐惧的心 让我们怀着 等候与盼望的心 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祈求你 用你的话语 将我们救活了 我们祈求你 让我们来看 你给我们的 未来的新世界 也让我们来听 你给人类最后的通牒 主啊 愿我们今晚都能听到你的话 愿以赛亚在蒙召的时候 所说的 说主啊 他们何时会听呢 他们无人能信 主我们就向你祈求 愿今天晚上在这个会堂当中 有人要听 也有人要信 感谢赞美神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祈求 阿们 六十四章到六十六章 讲新天新地的盼望 两次六十六章讲 然后六十四章讲 六十六章 两次讲到新天新地的降临 这是最后的信息了 这是以赛亚书的尾声呢 也是整个旧约的启示 旧约结束在什么时候 就他们肉身的遭遇来讲 结束在什么时候 结束在继续的贝鲁 从巴比伦的贝鲁已经结束了 可是但一里听到一个什么信息呢 说这七十年已经结束了 可是接下来还有什么 七十个七啊 他们的信息结束于什么 结束于苦难 结束于 希伯来书里面说 那些旧约的圣徒 他们等候 他们所盼望的还没有得到 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与我们同得 整个旧约的信息是结束于 他们现实生活的光景 并没有任何的改善 反倒落到更大的黑暗和苦楚当中 可是呢 整个旧约的信息 并不只是结束于 他们肉身的这个眼见的苦难 而是结束于 那一切要到了末了的 弥赛亚的盼望 甚至是新天新地的盼望 以赛亚书六十六卷 有人说它是小圣经 六十六卷 前面一直到三十九 对应着九约 后面一直到六十六 对应着新约 所以呢 六十四章到六十六章 就是对应着新约最后的 那个启示录的盼望 也是整个上帝所创造 但是人因自己的败坏 堕落而破坏了的 那个堕落的世界 将来的尾声 所以呢 你会发现在这两章当中 六十四和六十六 反复的有一个短语 频繁的出现 那就是耶和华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或者这是耶和华说的 虽然在整个旧约当中 你都会常常的 听到先知这样宣告 对吧 但是在这最后的两章当中 非常频繁 差不多是有八次 或者有简经家说 有九次 每一段话说完了之后呢 就告诉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说完之后告诉你 耶和华如此说 为什么 因为剧情已经到了尾声了 先知要提醒你 告诉你 是神自己亲自在说 不是人在说 所以各位 请你不要以为 这是人所说的话 要以为这是神 亲自向你们所说的话 有一位牧师呢 他曾经讲到 他遇到一个 全时间服侍的弟兄 就问他说 神什么时候呼召你 奉献 全时间服侍的呢 他说有一次呢 我参加一个特会 在那个特会上 我听到信息 那牧师呼召的时候 我就奉献 要全时间的传道 这个牧师当然就 好像很自然的 就会问说 那一次特会 那一次特会是谁讲到啊 这个弟兄就说 我想不起来是哪个牧师的 但是那一次是神 对我说话 所以我盼望你们 今天在座的也是如此 你们以后会记得 神如何借着 先知以赛亚 对你讲话 挑战你的生命 呼召你的生命 你忘了 那是王毅牧师在讲 还是那次是洪玉健牧师讲的 还唐重荣牧师讲的 忘了管他是谁讲的 但是是神对我说的 阿们 阿们 所以先知的这个宣告 到现在要到尽头了 这个尽头呢 应该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春 对吧 应该是完全的光明才对啊 因为再也没有苦难了 再也没有眼泪了 可是呢 我指出第二点了 在这个新天新地的宣告当中 我们仍然会看到 他差不多还是有两个宣告 此起彼伏的组成 一个说 耶和华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48章那里讲到 恶人必不得平安 57章再一次的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现在已经到最后了 你觉得有必要吗 已经到最后了 新天新地的盼望 我主要列天而降了 如果你有圣经呢 你看到66章就整个 以色列亚书最后结束的那节经文 是非常让你惊讶的 整个以色列亚书的最后那节经文 说什么 是咒诅 他们必出去观看 那些违背我之人的厮守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 都必证悟他们 各位 以色列亚书怎么能够结束在这节经文上呢 他不应该结束在天堂的荣耀和永生的盼望当中吗 哦不是 最终结束在地狱的烈火 最后不应该结束在永生的指望当中吗 不 全书最后结束在对沉沦的警告上面 所以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呢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的心 我们的信心没有那么大 我们需要缓冲一下 所以以色列人在会堂当中读以色列亚书 凡是读到最后的那一章的时候 他们都形成了一个习惯 他们会把前面的第二十三节 就是整个以色列亚书的倒数第二节 多读两遍 然后再读二十四节 你试一下 你听一下 感觉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二十三节说 每逢月数 安息日 凡有雪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各位 停在这里多好 停在这里多好啊 所以他们接着再读一遍 每逢月数 安息日 凡有雪气的 必来在我面前下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读了两遍之后 接着他们再读最后那一节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自人的厮守 整个以色列亚书的教导是说 耶和华决心要建立和平 要在一个败坏的黑暗的世界当中 来恢复人的圣洁 和恢复整个世界的次序 那可是先知从来没有漏掉一个事实 就是和平只能建立在被洁净的基础之上 所以有一个宣告 好像一个交响乐里面 有个主旋律 但是还有另一个 一个负旋律 在那里宣告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恶人必不得平安 之后就宣告拯救的信息 最后宣告拯救的信息的时候 还是不忘掉 再加一句 恶人必不得平安 恶人必不得平安 这个叫交响乐 因此我仍然要来分享这两个视角 我们来看这一个最后的尾声 这一个最后的盼望 这个列天而降的 里面仍然带着警告 第一是新和旧之间的一个关系 新天新地当中包含着 与旧世界之间的一个完全的断裂 以至于圣经说旧的世界 旧的天地将要完全过去 新的天地将要来到 但是新天新地也包含了 与旧世界之间的一种连接和连续 历史退后永恒出场了 但是永恒并不是与历史全然没有关系 所以新天新地我们要来分享的第一点 就是新和旧之间的断裂 以及新和旧之间的连续 第二个视角就是审判与拯救之间的关系 新天新地里面包含着永远的敬拜 如果你去看直到六十六章的最后的结束 我会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在主所应许的主若今天要来 要来临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当中 有什么事情是永恒的 有什么事情是在今生 会被带到将来的永生当中 深深不息直到永远的 有一位神学家 煞有其事的写了一篇文章 他讨论一件事情就是 在新天新地里面 有没有爱憤 各位你们觉得有没有 一个有耶稣基督 但是没有苹果手机的世界 是你所盼望的吗 什么东西会被带到永生的 新天新地当中呢 肯定不是你现在做的工作 肯定不是你们家 刚刚买的那套房子 是什么呢 这里说是敬拜 是安息日 每逢月数安息日的时候 到了那一天 我相信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了 所以凡有血气的 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下拜 这个是我们要被带到 新天新地直到永远的 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 那么有什么东西 在新天新地 除了永远的敬拜之外 还会永远存在呢 各位让我说 亲爱的六兄姐妹 还有一样 先知说还有一样 就是永远的死亡 各位在将来的 那一个新世界当中 有永远的敬拜 和永远的刑罚 所以第一是新与旧的关系 新天新地当中 不但包含了 与旧世界的完全的决裂 也包含了 与旧世界之间的联系 第二是审判 与拯救之间 新天新地里面 不但包含了 永远的敬拜 新天新地当中 也包含了永远的死亡 什么叫做永远的死亡呢 永远的死亡 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死亡是一件 永远不会结束的事 上一周我看到很多 在中国每一年 都有人讨论说 为什么毛泽东的遗体 还放在天安门不下葬呢 我忽然明白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几十年来都不安葬呢 在中国的古代 这个叫做停伤不发 毛泽东的遗体不下葬 表现的是一种绝对的 和彻底的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他的身体呢 在死亡之后 不再被视为是一个人 而被视为是一件文物 你明白吗 只有人才需要安葬 你们家桌子换了 后来又新买了一个 你会为桌子举行葬礼吗 你换了一个手机 做个葬礼吗 没有吧 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讲 葬礼是不需要的 不是说这个葬礼 要怎么搞的问题 而是说葬礼本身 就是封建迷信 所以在中国呢 大多数说 自己不相信上帝的人 其实也都是 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只有毛泽东跟周恩来 他们俩真的都是 史无葬身之地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知道吗 根本没有下葬这件事 那好像先知所宣告的 也是说 他说在将来的那一个 永恒当中 那些不幸之人 的确是没有葬礼的 为什么 因为在将来的新世界 他们的死亡将一直持续下去 永远不会结束 这个叫永死 各位在未来的新世界 有两件事永远不会结束 第一 生命 第二 死亡 一个是对上帝的敬拜 一个是对死亡的参观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 违背我之人的厮守 他们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 都必证悟他们 各位 让我们来看新旧之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以赛亚书后面 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有一个特征 先知都是用旧约的语言 和旧约的画面 来描绘将来的新天新地 先知用什么来称呼 那一个将要临到的新世界呢 你注意 他仍然称那个世界叫做 耶路撒冷 是吧 他用耶路撒冷 来指称将来的整个新天地 他也同样用到献祭 和圣殿当中的语言 来描绘将来的新天新地 他用旧约中的场面 来描绘新约当中 将要成就的一切 在六十五章那里 出现了一个词 反复地被使用 叫做造 就是创造 看了 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耶路撒冷 为人所喜爱 造其中的居民 为人所乐 地是他造的 人是他造的 时间是他造的 空间也是他造的 这个地方讲到 新天新地 与旧世界之间的一个断裂 那个断裂是如此之大 新到一个程度 用什么来形容呢 各位 用创造来形容 他新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全新哦 因为是新的创造 所以先知在这里 用旧创造的语言 旧创造的背景 来描绘那一个新创造 他将那一个 未来的新世界 称之为一次新的创造 所以呢 六十四章到六十六章 谈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非常的像 创世纪的第一章 你必须将它与创世纪的 第一章和第二章 对照起来 看那一个伟大 那一个崇高 那一个庄严 那一个令人欣喜若狂 所以他宣称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些属神的人 有一天将要进入一个 全新的创造 新到一个程度 以至于可以称 它是神心的创造 然后呢 先知也用到旧约当中的 那个乐园 就是伊甸 对吧 的画面 来描绘将来新世界当中的 那个乐园 这个乐园呢 不是迪斯尼乐园 是什么画面呢 也跟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 非常的像 第一 动物 在六十四章里面 开始描绘动物 跑出来了 跟创世纪第一章一样 描绘了一个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那里已经开始在描绘 说什么 不断重复的一个画面 就是 豺狼 必与羊羔同时 狮子 必吃草 如牛一样 这一切 在我的圣山 都不伤人 不害物 这个叫 动物乌托邦 对吧 美国去年 有一个动画片 叫 动物乌托邦 第二呢 在这一个 动物的画面当中 又出现了一种 勾起我们对 那一个 旧乐园的 回忆 的一种 特别的动物 什么 蛇 在六十四章里面 蛇也串出来了 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 它描绘蛇也出来了 蛇串出来就 没好事啊 整个人类的堕落 不就因为 这个蛇所带来的 咒诅与黑暗 还有我们 与神的隔绝吗 还有我们生命中 一切的苦难吗 可是在那个 新乐园当中 蛇再一次的出现 起初将罪恶与死亡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它的背后是 撒旦的工作 先知在这里宣告 在那一个将来的 新世界当中 这一个的工作 和那个工作的结果 将被完全的撤销 蛇跟大火一样 和平同居 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他开始用尘土 做他的食物 这一切也都不伤人 不害物 然后我们再看到 一个跟旧约的相似 就是我们看到 先知所描绘的 未来的新世界 是一个巨大的圣殿 耶和华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 何等的殿余 我们看到了 圣殿的主题 新天新地的意思是说 原来整个天地 都是耶路撒冷 原来从天到地 将来都将成为圣殿 启示录的最后说 约翰看见 约贵出现在天空当中 约贵本来出现在哪里 自圣所 被链子所什么 所隔开的 当约贵出现在天空当中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整个天地成为圣殿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不是迪士尼乐园 是一个宇宙的乐园 还有一件事 是跟旧乐园可以来对照的 那就是旧乐园跟新乐园一样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没有这件事 那也不算是乐园 那就是亚当跟夏娃在里面 他们要有后衣 如果没有女人的后衣 没有后衣 那也不算是神的新创造的开始 可是你记得 人类的第一位母亲失败了 对吧 人类的第一位母亲 背叛了她母亲伟大的使命 她生出来的长子 她的长子是谁啊 该隐 我们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文化传统跟大多数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 都叫做长子继承制 对不对 可是在圣经当中 从人类的第一个长子开始 长子继承制就失败了 除非只等到有一位长子的出现 有一位新的长子的出现 就是主耶稣 祂是上帝的独生子 祂来到我们的当中 也为了在祂许多的弟兄中 做什么 长子 因此呢 在66章 从第7节到13节呢 又讲到了一个母亲的画面 那一个新天新地的来临 第一 先自用创造来描绘这一个新天新地 现在他要用第二个画面 生产的画面 母亲生产的画面 来描绘新天新地的来临 他说 习安未曾屈牢就生产 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那这个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 这个字比较少见 叫做屈牢 66章的第7节那里 意思呢 就是阵痛 你们当中做母亲的知道 你们都有经历 临盆的时候之前 会有阵痛 对不对 有的时候不是一次 来了一次 以为要生了 不过又没有 第二次 有的时候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孩子呢 才开始降生 可是这里先知 说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说 新天新地的来临 那一位母亲 一点都没有痛 没有临盆的征兆 没有阵痛 就忽然生下了一个孩子 他宣告 新天新地 将要如此来临 耶路撒冷 将要如此来临 没有经过阵痛 就是屈牢 没有经过屈牢 屈牢呢 是特别指到 在中国的文化中 指到父母的辛苦 因为这个词呢 是在中国诗经中的小雅 里面说 爱爱父母 生我去牢 就是我的父母 为了生我 他承受了 多么大的心牢啊 对吧 可是这里说 耶路撒冷 那一个将来 要赐给你的新天地 没有经过心牢 和母亲的阵痛 孩子就要生下来 哪有一个人 没经过十月怀胎 就一下子生下来 哪有一个人 母亲没有经过疼痛 妈妈就把孩子生下来的 所以先知说 这样的事 谁曾听见 谁曾看见呢 我曾经在网上 看到一个照片 在澳大利亚 有一个妈妈 生了五胞胎啊 五胞胎 那这里说 有一位呢 没有经过产难 就一下子生 万国万民 他们都要来 而且这里特别说了 他们有骑马的 有坐车的 有坐轿子的 有骑驢子的 还有骑独风驼的 都到我的圣山 耶路撒冷来 各位今天晚上 不知道你们是骑什么来的 有骑骆驼来的吗 应该都是开车来的 对吧 但这里说 将来天下万国万族的 新的子民 将要生活在那一个 新的乐园当中 但是他们没有为此付出什么 他们没有经过疼痛和心脑 为什么骑安没有经过疼痛 就生下了新的子民呢 因为耶和华说 是我使他生产的 我既使他生产 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耶和华说 是我生的 亲爱的丢众姐妹 教会就是主所生的儿女 教会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 教会就是那将要临到的新世界 整个天地要成为圣殿的一个预表 亲爱的丢众姐妹 教会是怎么生出来的 是哪一位母亲为教会 承受了十月怀胎之苦 是哪一位为教会 承受了那临盆的阵痛 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们承受了生产之苦 所以先知在这里宣告说 西安你一点苦都没有受 你要生下那新的子民 甚至是在天下万主当中 各位什么是基督徒 什么是信耶稣 各位基督徒就是在教会当中 出生的人 在教会当中 在圣灵的工作当中 重新的生了一次的人 这就是基督徒 信耶稣就是要受洗 归入他的教会 你必须在教会当中受洗 你必须成为教会的一部分 否则这个未来的新世界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未来的那个乐园 未来的那个新世界的一个模型 在今天的一个记号 有点像什么呢 我们在国内那个房产公司开盘之前 都有一个叫样板房 你有去过这种吗 你来到一个样板房 然后看到一张图 他告诉你说 等我们这个房子修起来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画的这个样子 但你看见都很乱的 围起来了都脏兮兮的 但是他说就是那个样子 那现在这一间呢 叫做样板房 等我们的房子修好以后 每一间房都是现在这个样子 教会就是天国的样板房 就是将要临到的那个新世界 在这个旧世界当中 是那个新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导引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一个 拯救跟审判之间的这一个关系 整个以赛亚书最终的结尾是什么 让我这样描绘 甚至是整个我们信仰 或者信仰告诉我们 整个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一个悲惨的结局 和一个完美的开端 悲惨嘛 你们要出去看那些 违背我之人的厮守 悲惨嘛 绝望与盼望将同时临到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宣告的 那幕后的人类和世界的结局 如同十字架所彰显的 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悲惨达到了极点 如果你不认为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悲惨世界 请你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但是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盼望也达到了一个顶点 如果你认为你活着没有盼望 如果你认为你活着生命当中 只有痛苦而没有爱 请你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阿们 所以生命跟死亡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相会 先知不断地预言 说有一位明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要来 但是先知又不断地预言 有一位受苦的仆人要来 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 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太监 对吧 这个阿拉伯的太监 他就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可是他读不明白 他就说你看 先知说有弥赛亚 有人类的救主要来 然后先知这里又说 有一位受苦的仆人 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到底是谁呢 于是他遇到了菲利 菲利就告诉他说 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 大有能力的弥赛亚 和先知所讲的这一位 受苦的仆人 乃是同一位 就是你们在耶罗撒冷城里 将他被杀 第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 那这就是以赛亚书最后 新天新地的宣告 看了我造新天新地 六十五章的十七节 看了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神说到了那一天 他会忘记所有的罪孽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张弟兄去找你 弟兄说对不起 曾经有哪一件事 我得罪了你 我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够原谅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说吗 我们有的时候都宽宏大量 我们说 我早就忘了 这事你不提 我都忘了 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你知道吗 通常人们这么说的时候 他一直都放在心上 但是神在这里 他的确说 到了那一天 他要忘记 不再纪念从前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听福音的朋友 你在今生一切的罪孽过犯 主说他不再纪念 你已经犯下的 甚至你将来还要犯下的 这不是指到说 在记忆的层面上 说上帝会失忆吗 不是 这一切不放在他的心上 不停留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 因为这一切 被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遮盖了 被那新世界的领导 那巨大的狂喜 那巨大的平安 那巨大的幸福 所遮盖了 所以先知在这里预言说 这样的平安我要给你们 这样的平安如江河 要留到你们的心中去 不过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先知在这里说 说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 若有人活到一百岁就死了 这个算夭折 你说 这个是我盼望的 这个是我一直在想的 不再因刀剑而死亡 不再因疾病而死亡 不再因破产 撕裂 不再因国家灭亡 政权更迭而死亡 这样的事通通不再有了 百岁而死的也算孩童 因为他将复活 要得到永远的生命 而罪人 那不信耶稣的人 即使活到一百岁 也算是咒诅 所以各位新天新地的盼望 意味着什么 各位意味着我们的盼望 不是我们肉身的长寿 这个地上的长寿 是在那新天新地的盼望之外的 长寿 不过是时间长一点的缓刑期 判处死刑 缓期七十年执行 若有强壮的缓期八十年 所以你说 张三是缓刑八十年 王五活得比较久 缓刑了九十五年 我希望缓刑到一百岁 可是最后还是要执行死刑 所以先知说 活到一百岁 人是夭折 各位信耶稣的人 看地上的日子 我们当然是每一天 仍然过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 但是地上的日子 或长或短 真的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过的是罪人的生活 还是圣徒的生活 我们是为永生而活 还是为今生而活 让我这样说 福音的盼望 特别是这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 是对长命百岁的人生梦想的讽刺 在那真正的人生的盼望面前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 长命百岁 不过是亚当起初所受的咒诅的延续 而且你知道当亚当的子孙 刚刚承受这个咒诅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当中有人活到多少岁吗 有人曾经活到九百岁 对吧 你知道天使怎么议论吗 天使说 哎呦这么年轻就死了 各位今天在中国社会 这重要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有太多的人为今生而活 为眼睛看得见的一切而活 因为他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的 当然在今天中国社会也有宗教的复兴 有一个宗教学者呢 他观察说今天的中国有两个主要的宗教的特征 一个是佛教 一个是基督教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在今天中国社会叫 穷性教富烧香 富人凡是有钱了 就到庙子里烧香 目的是什么 保住我已经拥有的一切 而他观察到 这个宗教学者并不是信主的 但是他观察到 基督教在中国社会 为那些没有的人和有的人 都带来了真实的盼望 为什么穷性教 为什么富烧香呢 因为基督教把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 带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 那我的观察呢 我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宗教是什么 我让你怎么看 中国今天最大的宗教 我称之为叫做养生教 今天的中国人 无论是年轻人 中年人 特别是退休的人群 基本上都是信这个教的 他有他的宗教仪式 包括广场舞 对吧 而有一篇的文章呢 说长跑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宗教 因为他还带有受苦的特征 你知道吗 可是让我这样说各位 如果人活着 不能够有一天活在 先知所描绘的这样的新世界里面 那么我会说 今天你活着就是白活 人活着就是劳苦愁烦 活一百年又怎么样 拥有生命当中最重要 失去的东西又怎么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福音的朋友 神说这样的祝福 这样的盼望 要临到什么样的人呢 他说临到 六十六章第二节说 临到谦卑的人 临到那些虚心和痛悔的人 临到那些因我的话而战精的人 因我的话而战精 如果翻译的比较白一点 就是说 那些听见我的话就发抖的人 如果今天你们当中有人 听见这新天新地的最后的绝望 和最后的盼望 你因此而心里发抖 你就有福了 你们就将看到那一幅 新天新地的画面 好像弥加书里面 第六章里面 虽然它语言不一样 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说这样的新天新地 临到那些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的人 神呼召这样的人 上帝犹如一位母亲 将生出一个新的孩子 从哪里生出来 从他的褐旁 取出这一个孩子 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在我主基督所留的宝血当中 将他取出来 所以六十六章七到十三节 描绘了几个母亲的画面 腹中怀胎 怀里面抱着 在胸中喂养 放在褐旁 最后放在膝盖上面玩耍 那最后的盼望和新天新地当中 让我再说 有一个永恒的区分 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没有区分呢 你有钱还是没有钱 你受了什么样的教育 没有区分呢 甚至你曾经做过什么 都没有区分呢 但是唯有一个区分 将永远地被分开 那就是赛特的后代 和甘颖的后代 将被永远地彻底地分开 如同启示录的最后一样 以赛亚书最后的盼望 仍然带着一个最后的警告 启示录的最后 你知道它结束在哪里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地做见证 若有人加添什么 这书上所写的灾祸要什么 加在他的身上 这书中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书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你说整本圣经 怎么能停留在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最后的盼望 仍然带着那令人可怕的咒诅呢 让我举一个例子 好像飞机起飞前的 最后一次召举 我这一次过来 我从美国过来 是坐着这个叫 AC563号航班 那现在广播就说了 多少多少号航班 现在就要起飞了 请还没有来到的乘客 马上到登机口来 已经开始检票了 你会听到好几次 对不对 张先生 李女士 现在最后一次通知你 请你到登机口来 是不是 这是飞机起飞前的 最后一次召集 请问 那是一个好消息 还是一个坏消息 最后的召集是一个好消息 但它同时是一个最后的通牒 请让我这样告诉你们各位 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福音也是上帝 给堕落的人类的最后的通牒 再也没有福音之外的 召集命 再也没有 耶稣基督的宝血之外的 进入的大门 所以你知道吗 真正的好消息 必须同时是一个坏消息 也就是说 除非你拒绝一个好消息 将会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否则它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好消息 比如我们说 明天早上七点钟 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来 凡是到这里来的 每人分套房子 哇 这个好消息 这是一个好消息 对不对 但是呢 到了明天 你发现 其实来晚了的 十点钟来的 十二点来的 然后甚至过了两天再来的 其实通通都有房子的 甚至到最后没有来的 最后房子还是给了它的 那么请问 明天早晨七点之前 叫你到这里来 算不算一个好消息 不算的嘛 如果它是一个好消息 它就必须同时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它意味着拒绝它的后果 就是沉沦 就是灭亡 就是先知所宣告的 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 因为拒绝这个好消息的结果 是一个如此坏的消息 所以它是一个如此好的消息 你明白吗 拒绝一个好消息的结果 有多么的坏 这个好消息就有多么的好 福音就是这样的好消息 福音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消息 所以拒绝福音的结果 是拒绝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有的结果 所以所有的好消息都带着一个紧迫感 越重要的好消息就带着一种越强烈的迫切感 所有的好消息都在好与坏之间 善与恶之间 甚至是生命和死亡之间立下了一条界线 没有这条界线就谈不上好消息 当你一旦宣告这个界线 同时这是一个福音 同时这就是一个祸音 当你宣告这个界线 同时这是一个祝福 同时这也是一个咒诅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所传讲的福音 这是今天很多的人在削减的一个福音 他以为这个好消息是 如果接受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拒绝也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会说这根本不算福音 这算哪门子的福音 有人会说以色列拒绝了耶稣 但我们说整体上说 他所遭受的审判是不是太严厉了呢 两千年来以色列的命运 审判从神的家起头 这是意味深长的 而且他所指向的实质是什么 神的家要受到审判 预表着将来有一天 全世界都要受到审判 所以借着以色列人的跌倒 借着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的福音 借着以色列人将人类的救主杀死在神字架上 借着以色列人在这两千多年来 在他们的命运当中的颠沛流离 甚至让我说 让我带着哀伤 让我带着一种对上帝的敬畏 让我带着一种深深的惧怕 这样说 甚至借着奥斯维新集中营当中的大屠杀 上帝已经向全世界发出了 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次通知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如此的坏 而是因为像耶稣基督所说的 有一天所有拒绝他的人 人人都要如此 哪一国拒绝他 哪一族拒绝他 哪一家人拒绝他 最后都要如此 福音是神在他的慈爱 在他的恩典当中 向这个世界发出来的 最后的召集令 最后的通牒 这一个最后的通牒 是如此的严重 因为它里面包含着一个 令你难以想象的 令你惊讶无比的福音和恩典 没有眼泪 没有罪恶 活在公义圣洁和对上帝的敬拜当中的生命 若有人活着却没有尝过这样的生命 却不能有一天进入这样的生命 那他活着就是白活了 最后我用两个故事 想来描绘一下这一个的差异 为什么那个新天新地 既带着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完全的决裂 但是同时又带着这个世界的一个延续 为什么那将来盼望的拯救的好消息 同时仍然带着一个咒诅的警告和威胁 两个故事 第一 在网上我看到有一个 一个组类的一个公众号 他发了一个视频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一种比较夸张的语气 叫做史上最感人的一个视频 为什么感人呢 真的很感人 那里面说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他的妈妈去世了 爸爸在医院里面 他一个人在家 爸爸打电话跟他说 妈妈已经去到了天上 他一个人 他就在家里打911 在美国的电话 就说我要找我妈妈 如果你是那个警察 你会怎么讲 这个警察很温暖的 他就问说你妈妈在哪里 我爸爸在医院 我爸爸跟我说 我妈妈已经去了天上 我要想跟他说话 那个警察就对他说 你可以这样 我教你两个办法 第一 你去照一照镜子 你对着这个镜子看 你发现 你的眼睛有没有一点像妈妈 嘴巴有没有一点像爸爸 你发现吗 你的爸爸妈妈就在你的里面 你对着镜子讲话 你妈妈会听见的 很温馨吧 然后他说还有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去买一些气球 然后把你想说给妈妈的话 写在这些气球上 青气球 我放在天上去 你妈妈会听到的 很感人吧 非常的温情 非常的人文主义 你知道吗 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小男孩又打电话来了 说妈妈没有理我 这个警察又说 没关系了 你妈妈可能出差了 你继续写 坚持写 妈妈会看见的 然后警察就跟其他的同事 分享这一个 五岁小男孩 给警察打电话的故事 有一天 这些警察就一路 开着很多的警车 然后所有的车上 都带着气球 就一起去到 这个小男孩的家门口 然后找他说 你妈妈叫我们来找你 你妈妈很喜欢 你写给他的信 你继续给你妈妈写信 你妈妈给你买了这么多的气球 就一直不断地鼓励他 后来这个警察 这个故事里面后来说 他常常地会去买一些小礼物 继续地关心这个孩子 那请问 这是不是一个很温暖 很有盼望的故事 我会这样讲 如果没有耶稣的话 如果以赛亚所讲的 未来的新天地 是假的话 这也就是人间最感人的故事 但是如果新天新地是真实的话 这是一个虚假的盼望 没有耶稣基督的天堂 根本就不算是天堂 而是地狱 不让这个小男孩 知道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真正的安慰和盼望吗 不透过耶稣基督 不使我们面对死亡 然后使我们转向那一位 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没有耶稣基督的安慰 是真正的安慰吗 不是的 没有耶稣基督的天堂 是真正的天堂吗 不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公众号 干嘛要发这个视频 我根本看不到 他跟基督教的福音 有任何的关系 除了他里面提到天堂之外 他跟耶稣基督 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跟基督徒的信仰和盼望 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只不过是一个 人文主义的虚假的梦想 让我讲另一个故事 与他相反 那才是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死亡的真正的盼望 就是C.S. Lewis 英国的基督徒作家 他写的《纳尼亚传奇》最后的结局 在那个里面 你知道真正的童话都是基督教的童话 真正的童话都是对福音书的模仿 当阿斯兰在那个世界里面 那个狮子阿斯兰代表着基督 和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阿斯兰说 阿斯兰论到另外的一些人说 说在那个世界当中 但那个世界当中不是人 都是各种动物 说他们不选择信仰 他们宁可凭着狡猾 在他们的监狱当中生活 他们迄今为止 仍然待在他们心中 自己所造的监狱当中 但是孩子们 来吧 时候已经到了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阿斯兰就向门口走去 让大家跟着他 阿斯兰大声地说 现在是时候了 时候已经到了 然后天上的群星都震动 门就打开了 他们就站在阿斯兰的旁边 出了那个门口 看见大地之上一片黑暗 可是还有很多的人 被关在那扇门的外面 他们就看见天上的流星 开始下坠 几百颗 几千颗 几万颗 天上所有的星座 都坠落了下来 他们看见一个巨人 一个巨大的黑影 人们告诉他说 这个黑影叫做时间老人 他一直睡着 直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 他要醒来 阿斯兰说 是的 他躺着睡觉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做时间 现在他醒了 我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这一个巨人就醒了 他就拿着一个号角 在嘴边开始吹 越来越高亢 整个世界像一场流星雨 整个世界随着星星的坠落 变得越来越黑暗 他们都感到有一点毛骨悚然 所有的动物 所有在阿斯兰里面的受造物 他们都聚集起来 全部都窜出来 从黑影当中 争先恐后地跑出来 各种各样的 会说人化的那些兽类 小矮人 什么半人半羊的 还有巨人 他们都出来 朝着阿斯兰所站立的 这扇门拥过来 他们说 这个过程 就好像一个梦一样 有的时候觉得很快 那个过程 大概一公里 应该只有几分钟 但有的时候又觉得 好像已经过了 很多很多年 可是始终 有许多的动物和兽 他们无法穿越那个门 每个人来到阿斯兰的面前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件事 都要面对两个的结局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什么事呢 他们所有的人的眼睛 都要看着阿斯兰的脸 那他们必须如此 没有选择的余地 而有一些呢 当他们看见阿斯兰的脸的时候 他们的脸色可怕的变了 出于恐惧 也可能出于震恨 忽然他们就变成了 不会说人话的野兽 他们站在了阿斯兰的左边 而另外还有一些 他们看见阿斯兰的脸的时候 他们越看越欢喜 他们的脸上就充满了自由 充满了爱 充满了盼望 他们渴望看见阿斯兰的脸 他们希望就这样一直看下去 于是他们就站在了阿斯兰的右边 最后那些纳尼亚世界当中的怪物们 他们老了 死了 躺下了 他们的肉枯薅了 他们的骨头露出来 不久就只剩下巨大的骷髅 东一个西一个 躺在那些毫无生气的石头上面 看上去这个世界 忽然就像已经死了几千年一样 忽然这个世界 就像从来没有过生命 在其中生活过一样 万籁俱进 忽然有一种光明 白色的光 在他们的当中显出来 阿斯兰领着他们 那一个巨人 伸出他的膀壁 好像有几英里长 看上去很黑暗 太阳出来了 那一个巨人碰到那个太阳 他手拿着那个太阳 在手中捏碎了它 就像捏一个橘子一样 天地之间 顷刻就陷入巨大的黑暗 然后阿斯兰回头对彼得 那四个小孩子当中的 那个哥哥 彼得说 当然这个不是圣经当中的彼得 但是在纳尼亚世界当中 它代表什么呢 十二使徒的 说彼得 彼得关上门吧 彼得浑身发抖 在黑暗当中摸出一把金钥匙 把门锁上了 各位 让我对你这样讲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在这个地上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今天教会在地上传福音 他有一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拿出那一把神所赐给教会的 天国的钥匙 恐惧战惊地把门关上 阿斯兰说 来吧 朝着更深更高的地方去奔跑 可是大家怎么跟得上他的步伐呢 大家就跟着阿斯兰一起跑 在那个跑的过程当中 彼得就跟在后面 不断地说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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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为一切都完了 黑暗笼罩了整个阿斯兰 路西呢 路西另一个小女孩 路西开始哭了 路西已经哭得不得了 路西说 可是在门外还有那么多死亡的 还有那么多不能够进入这个门的 而是阿斯兰说 路西走吧 让我们向着更深更高的地方去 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觉得特别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一边跑一边说 这是哪里呢 在我们那个旧世界里面 从来没有这么美的地方 但是呢 他们当中又有人说 不对不对 你看 这个很像我们原来的纳尼亚 他们就开始争吵说 你觉得有点像啊 那座山 跟我们原来那座山 真的看起来有点像 不不不 又完全不像 他们就一边的跑 他们就看到了一个 比原来的纳尼亚更美的世界 很像原来的纳尼亚 似乎能够看到一点 原来纳尼亚的影子 但又完全不是原来的纳尼亚 总之呢 就没有办法形容 后来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叫做狄伦 星爵 他就说 他说我知道了 他找不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他说我知道了 他们看上去 更加像真实的东西 阿斯兰说 是的 你们永远回不了原来的纳尼亚了 他指的是 你们原来老代理想的那个纳尼亚 那不是真的纳尼亚 那只不过是真正的纳尼亚的一个影子 过去和将来都是这样 正如他接下来一句话 因为你知道 路易斯写这个剧的时候 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英国正在被纳粹轰炸 英国正陷入到一个西方世界 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当中 所以他接着说 正如英国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 只不过是在阿斯兰的世界当中的 那更真实的东西的一个影子 路易斯 你不要为老的纳尼亚而哀悼 因为那个老的纳尼亚世界当中 一切重要的东西都经过那扇门 进入了真正的纳尼亚 而那些不重要的都已经留在后面了 这就像你醒来之后的生活 跟你在梦中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后来小说里面这么说 我无法给你解释 这一个阳光普照的新的纳尼亚 和那个老的纳尼亚有什么不同 我没办法给你说清楚 在这个新的纳尼亚里面的苹果 吃起来 跟那个老纳尼亚里面的苹果 味道到底有什么不同 除非有一天你自己亲自的来这里 否则我没办法给你讲清楚 后来独角兽就说 我把大家的感受综合起来 他说我终于明白了 这是我真正的国土 我终于明白了 这就是我的家 我属于这里 这是我一生所寻求的国度 直到现在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说我们为什么从前 爱了一个老的纳尼亚呢 我发现了原因 因为原来那个老的纳尼亚 虽然是败坏的 虽然里面有女巫 虽然里面有黑暗 但是我们之所以爱 原来的那个老纳尼亚 是因为那个老纳尼亚 有的时候看上去 有那么一点点像 现在的新的纳尼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你的人生当中 如果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时候 有让你怦然心动 有让你是你所爱的 那么是因为 在这个世界当中 虽然因为我们全然败坏 虽然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但是神的恩典 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 在有些时候 在有些地方 有那么一点点像 将要临到的那一个 新天新地 未来的新世界 所以阿斯兰说 走吧 到更高更深的地方去 来吧 吹灭蜡烛 因为太阳已经出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来吧 让我们彼此相爱 不然我们就要死亡 不然我们就要被丢弃 在那道门的外面 阿们 所以我今天要 今天晚上 我特别的想 挑战我们当中的 以及信主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当中 有哪一些人 你是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的 你是代职的 你有工作 但是你在教会当中服事 在教会中做同工的 我想请你们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让我看到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 是在教会 你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 代职的服事的弟兄姐妹 有哪些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楼上的楼下的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呢 每一个信徒 好 请放下 都可以在自己的职业当中 去侍奉上帝 是对的 人人皆祭司 是对的 你必须在你的职业当中 在你的公司当中 去做祭司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 对我的弟兄姐妹讲说 你们每个基督徒 都是你们公司的党委书记 哪一个党的 拿撒勒一党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们公司 只有你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的办公室里面 只有你一个基督徒 你就铁定是党委书记嘛 拿撒勒一党的党委书记 是你们公司的祭司 但是呢 神也特别的要呼召一些人出来 单单的为着永生的国度 而活在他的弟兄当中 他们成为全世界的工人 他们在弟兄当中没有产业 他们吃福音的饭 他们做福音的工 全世界的来为这个福音工作 就是为那一个将要领导的 新世界的工作 他们的生活方式 表达那一个新世界是存在的 他们的生活方式 是成为这一个旧世界 和那一个新世界之间的 那一个使者 成为信徒当中的立位人 就是全世界的工人 我听说在大温的地区 有两百多万人 然后有华人四十多万 对吧 你们有一百来间教会 如果平均一个教会 有两三百人的话 那么加起来就是 就是多少 两三万的基督徒 不到百分之十吧 如果在大温地区 有百分之十的基督徒 我们可能需要再有一百间教会 今天中国的基督徒 大概七千万 到人口的百分之五六吧 如果中国的基督徒 达到百分之十 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传道人 是的 让我不夸张地说 成千上万 我在北美呢 接触到一些当地的华人神学院 我问过几个院长 说 那些从大陆出来 在你们当中读神学院的神学生 有多少人回到大陆去侍奉的 这些院长都很尴尬地说 是的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要在你们的当中 来挑战奉主的名 来呼召你们当中 那些在教会当中 代子侍奉的信徒 我要呼召那些 因着永生的盼望 因为看见了那一个新天新地 而心里快乐 胜过五股新酒和油的人 蒙神的呼召 因着那一个未来的新世界 来渴慕 侍奉主的教会 渴慕 传扬神的福音 愿意装备自己 预备自己 成为传道人 成为宣教士 成为全职的工人 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 有一天回到中国去 或者呢 去到他乡 做福音的工作 即使是留在这块大陆上 也是为福音的缘故而留下来 不是为你的儿子的缘故而留下来 是为了别人的儿子的缘故 而留下来 全职的传道 有一位宣教士曾经 他讲到鼓励大家去全职传道的时候 他只剩一分钟了 然后人家问他说 什么样的基督徒 适合去做宣教士呢 什么样的基督徒 应当被神呼召去做全职的传道人呢 他没有时间了 他只讲了一句话 他说那些心里快乐的人就可以去 那些心里满足的人就可以去 那些心中充满了喜乐 不因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而喜乐 而是因主所赐的那一个盼望而喜乐的人 就可以去 所以我在你们的当中 我要呼召你们当中 带子侍奉的 也许你曾经在心中寻求过全职的护照 也许你曾经告诉自己说 不是我 肯定不应该是我 或者你说条件不允许 条件不允许 但是神要呼召那些忠心的仆人 神要呼召一些为永生而活 并且为永生来服役的人 在彼得或者彼得所代表的主的教会 在这个地上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关掉天国的大门之前 做福音的工作的人 这样的人是有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 我曾经有一次呢 在街上发福音单张 我们教会发反多态的单张 然后被警察带到这个派出所 当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辖区的那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就在我们的楼下等我 我跟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 当时七岁 我们一起上街去发 然后我的孩子看见他的父亲 我的孩子已经有六七次 看见他的父亲被警察带走了 然后呢他跟我在一起 那个所长见到我的时候 就很生气 说叫你不要出去 你为什么还要出去 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狠话 因为在小区里面很多人就围上来了 我全家也在那里 他就说 他说王仪 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弄死 我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 请问你把我弄死之后 能不能让我再活过来 你要能把我弄死之后 还能让我活过来 我就听你的 不能啊 你最大的权力 就是能够把人弄死 而我所信的那一位耶稣 他能够让死人复活 阿们 所以我说 你的权力太小了 你的本事太小了 不足以统治我 我的主统治我 这个世界不配统治我们 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群人 那一个新世界统治我们 那一个新世界的君王统治我们 所以那一位新世界的君王 要呼召他的工人 因为这些人是心里面对于像Nussie一样的 看见有那么多的人 没有过那一道的门 他心里悲伤 他哭泣 他无法忍受这件事 他看万事如愤土 相信复活的人就不怕死了 相信未来的新世界的人 就可以在这个旧世界当中被人欺负 生病的时候有喜乐的人 才是真有喜乐 没钱的时候有满足的人 才是真满足 被捆绑的时候 心里自由的人才是真自由 基督复活的能力 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去死 你明白吗 复活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 是透过走十字架的道路 彰显出来的 不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的 就绝不可能经历在复活的形状上 与主联合的真正的喜乐 只有那些不相信永生的人 活下去才是他人生的最高目标 而我们的目标是学习死亡 我们的目标是在死亡之后 那更美好的一切将要临到 怀着这样的盼望去活的人 他的生命特征就是舍己 就是顺服 就是奉献 所以我要来问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 问你们当中 在神的面前有过祷告 有过寻求 要全时间的侍奉神 要装备自己做教会的全职的工人 无论是将来要回到中国那一块大陆 那一块广大的旧的纳尼亚的世界 在那里上帝正在做奇妙的翻转的工作 或者是在这一块的大陆 或者是被拆拍到其他的地方 你愿意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 你在神的面前说 我愿意蒙受这个护照 我曾经拒绝这个护照 但是我的心里很难受 我一直都在抗拒我心中的这个感动 但是主让我看到了心天心地的盼望 看到了我应该为那一个眼睛 看不见的国度 来活做福音的死者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 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在楼上呢 你说我愿意 我愿意全时间的预备 备主来使用 不要成为他的工人 而且我求主借着你们 现在站立在众人的面前 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立志奉献你们自己 成为上帝来呼召我们当中 听福音的朋友 那些还在挣扎 那些还在想说 我要不要信这一位耶稣 我渴望神透过你们 站在他的面前 让他们看到这些人 这一帮人 这些请我来教会 听福音的人 他们是来真的 阿们 让我最后一次的问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你愿意 站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 你回去告诉你的牧者 你回去告诉你的教会的牧者 我愿意为此来预备我自己 我要全时间的侍奉他 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 我为你们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主你亲自的 对站立在你面前的 这些弟兄姐妹讲话 因为如同以赛亚一样 他们看见了你的荣耀 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的荣光 满了这殿 他们愿意蒙受这个呼召 因为他们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可是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洁净了他们 你要呼召他们去传扬这一个福音 为福音来活 为福音来死 主啊求你在他们生命当中 把那一个他们一生 为之生而为之死的 福音的使命 侍奉的呼召 深深地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求你使这一群 在这个会堂当中 有听福音的朋友 因着这些在你面前 所奉献的弟兄姐妹 也看见你的荣耀 主愿你的绑壁向他们显露 愿新天新地被他们所看见 主啊愿你使用他们 在他们的身上 让我们看见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的中国教会 跟华人的教会 主啊求你在这一般 站立在你面前 愿意奉献自己的儿女们 生命当中的感动 生命当中的恩高 生命当中的恩典 超过我们这一代 已经被主呼召出来的仆人 求你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大过在我们这一代当中的恩典 求你使用他们 做你使用我们更大的事情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放在他们生命中的感动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教会 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乃预备被你操练 被你预备 拆派他们进入合场 因为庄家已经发白了 主啊 你所呼召的工人 求庄家的主 打发你自己亲自所拆遣的人 感谢赞美神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生命 阿们 各位请坐 我也要再一次的 来挑战我们当中 听福音的朋友 还没有受洗 归入主耶稣基督 教会当中的人 在你们面前的 这一般基督徒 是来真的 假东西就假信 真东西就要真信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说我已经听到福音 我在教会当中 我有读经 我有祷告 我有明白 但是我不够明白 我愿意相信 但是我 我似乎不能够信得坚定 可是主让我看见了 除他以外 天上地下 没有其他的一扇门 耶稣基督说 我是羊的门 其他的门 都是盗贼 其他的门 都走向毁坏 我们当中 有没有这样 听福音的朋友 你说我愿意 在上帝的面前 在众人的面前 在这一位神的面前 说我愿意 我渴望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渴望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 因着圣灵的工作 被重新的升一次 重新的被升出来 成为耶稣基督教会当中的一员 成为将来新世界当中的神的儿女 我们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听福音的朋友 我也挑战你 我不会带你做觉知的祷告 但是我愿意为你祷告 就是我来到温哥华 来到这里 神在我生命当中所放下的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但是耶稣知道你的名字 主要我为你们祷告 主要把你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借着你今天晚上 站在上帝的面前说 我愿意相信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去到教会 我要报名受洗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 我邀请你 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 站在上帝的面前 站在阿斯兰的面前 站在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面前 不是为我们站的 是为你自己 也不是站在我们面前 哈里路亚 是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 是站在为你而死而复活的 耶稣基督的面前 感谢赞美神 还有没有 我最后一次的来问你们 有没有 你在挣扎 不要挣扎 我告诉你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有挣扎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有软弱 甚至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我们里面也曾经也都有怀疑 但是那又怎么样 不要怕 只要信 阿们 我为你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低头 说我们感谢你 你是他们生命的主 站在你面前的 还有这人群当中 一切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主啊 你使他们看见了你的荣耀 你使你的新的生命 和将来的新的世界 已经临到了他们的身上 临到还要临到 赐恩还要赐恩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使他们脱离 这个世界所给他们的 虚假的福音 那些人文主义的虚假的盼望 和虚假的理想 那些用谎言来包裹的 虚假的自我安慰 让他们直面他们死亡的结局 让他们直面他们内心的黑暗 让他们透过这一切 仰望十字架上 为他们的救恩 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兼顾他们的信心 带他们去到教会 让他们成为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成为我们在今生 共走天路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家人 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为他们祷告 也在你的面前说 主你爱他们 我们真的也爱他们 我们今天感谢主 因为他们是我们 撕散了许多年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你的里面 恢复了父与子的关系 我们也就在你的里面 今天晚上 我们要恢复与他们之间的 兄弟姐妹的关系 感谢赞美神 愿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得着荣耀 愿那一个真正的天地 那将来的新的宇宙和世界 主啊 与他们有份 正如与我们有份一样 感谢赞美神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